男子穿着官服 头戴官帽 俨然就是古代的僵尸装扮 他甚至佩戴墨镜和手套 依照防疫规定 口罩也没少 还骑着现在最夯的电动单轮车 在山路间悠有穿梭 轿车警果僵尸先生 他还挥手打招呼 神色自若 这里是南投亲近农场 民众正准备上山 看到这奇特画面 真的捏了一把冷汗 不过农历七月就快到了 在山上遇见僵尸 不免让人有些怕怕的 对比经典僵尸电影 现代版僵尸还戴着墨镜 烧了一些些阴森感 画面被po上网引发网友讨论 笑说一定是南美馆跑出来的僵尸 但也有点毛毛的 难道是开心鬼也放暑假了吗 你不怕危险喔 吓到人家 吓到闲来怎么办 假如晚上的话 真的会吓到那个开车的人 一道坑洞会直接翻掉 不过这样的行为 其实已经违规 因为依照道交条例 电动单轮车这样的新型代步工具 只能在河滨公园这类封闭区域使用 不得行驶在人行道或是车道上面 一道道交规则 三十二桥区可以 先台币一千两百元到三千六百元都爬 幸好这一趟僵尸兜风没有造成意外 只不过这位僵尸先生下山之后 势必得乖乖交出罚金了 华氏新闻辽亭张震惠李琪亭综合报道 你好我是宋燕铭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可以上LINE贴图小铺 来购买华氏主播的官方贴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